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他以天神们奉他的命令,结同精神,降临他所抑郁的仆人 他说,你们应当警告世人说,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敬畏我 他凭真理创造了天地,他超乎他们所用来佩他的 他用精业创造了人,而人却突然变成了他明显的对手 他创造了身序,你们可以吸毛和皮郁寒,可以吸乳和肉冲击,还有很多益处 你们把身序赶回家或放出去吃草的时候,身序对于你们都有光彩 身序把你们的货物托运到你们虚金扣南才能到达的地方去 你们的主却是智人的,却是智慈的 他创造马、罗、驴,以雇你们齐成,以做你们的装饰 他还创造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真主负责只是正道的责任,有些道路是偏邪的 假若他抑郁,他必将你们全体引入正道 他从油中降下于水,你们可以用作饮料 你们赖以放牧的树木,因之而生长 他为你们而生产庄甲、油橄榄、椰枣、葡萄和各种果实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他为你们制服了昼夜和日月 群星都是因他的意志而被制服的 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又为你们而制服 他所为你们创造于大地的各色物品 对于能记取教诲的民众,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他制服海洋 他制服海洋 以便你们与取其中的鲜肉 做你们的食品 或采取其中的珠宝做你们的装饰 你看船舶在其中破浪而行 以便他们寻求他的恩惠 以便你们感谢 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 以免大地动荡 而你们不得安居 他开闭许多河流和道路 以便你们踪寻正路 他设立许多标志 他们借助那些标志和星宿 而踪寻正路 难道造物主同不能创造的偶像是一样的吗 你们怎么不继续教诲呢 如果你们要计算真主的恩惠 你们是无法统计的 真主却是制设的 却是制辞的 真主知道你们所隐晦的 和你们所表白的 他们是真主而祈祷的 不能创造任何物 而他们是被创造的 他们是死的 不是活的 他们不知道崇拜者们将在何时复活 你们所应当崇拜的是 唯一的受崇拜者 不信后世的人 他们的心是否认的 他们是自大的 无疑 中主知道他们所隐晦的 和他们所表白的 他却是不喜爱自大者的 有人问他们 你们的主存将是什么 他们说 古人的神话 以便他们在复活日 承担自己的全部责任 以及被人们 以及被人们无知的 加以误导者的一部分责任 真的 他们所承担的 正恶劣 前人 却已用计谋 但中主 把他们的建筑物 彻底加以摧毁 而他们的屋顶 落在他们的身上 刑罚 从他们料想不到的地方 来临他们 然后在复活日 他要凌辱他们 并审问他们说 我那些伙伴 你们为了他们 与信士们争论的 如今在哪里呢 有学识的将要说 凌辱和刑罚 今日必归以不讯道者 他们在自亏的情况下 天纯们使他们死亡 他们表示屈服说 我们并没有犯过 什么罪恶 不然 真如 却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 他们被压进火域 而永聚其中 自大者的住处 争恶劣 有人问敬畏者说 你们的主层将是什么 他们说 他将是善严 行善者在今世 将享受美满的生活 而后世的住宅 却是更好的 敬畏者的住宅 真优美 常住的乐园将任随他们进去 那些乐园下灵 祝贺 其中有他们所抑郁的 真主这样报仇 敬畏者 他们在良好的情况下 天神们 使他们死亡 天神们对他们说 祝你们平安 你们 可以因为自己的善功 而进入乐园 不信道者 只能等待天神们来临他们 或等待 你的主的命令降临 在他们之前的人 就是这样做的 真主没有亏望他们 但他们却亏望了自己 所以他们必遭受 他们的行为的恶报 而他们一向嘲笑的刑法 将包围他们 以物配主者说 假若真主抑郁 则我们和我们的祖先 不会舍他而崇拜任何物的 我们也不会擅自戒除任何物的 在他们之前的人 曾这样做了 使者们直付明白的 传达的责任 我在每个民族中 却已派遣一个使者 说你们当崇拜真主 当远离恶魔 但他们中 有真主所引导的 有应当迷雾的 故他们当在大地上旅行 应当观察 否认使者的人们的结局 是怎样的 如果你们热望他们获得引导 那么你的热望是突然的 真主不引导那误导人者 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他们只真主而发出最严重的誓言说 真主不使死人复活 不然 这是他应当实践的诺言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他将使他们复活 以便他为他们缠明 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而且让不信道者知道 自己原是说谎的 当我创造一件事物的时候 我只对他说有 他就有了 在被压迫之后 为真主而迁居着 我在今世 势必使他们获得一个 优美的住处 后世的报酬是更大的 假若他们知道 他们是坚忍的 是信赖他们的主的 在你之前 我只派遣了我所启示的一些男子 他们应当请教声明教诲者 如果你们不知道 我曾派遣他们带着一些名正和经典去教化众人 我将是你教会 以便你对众人 他们所受的启示 以便他们思维 使用诡计以作恶者 难道不怕真主 使他们随地面而陷落 或刑罚从他们料想不到的地方来临他们吗 或在他们的旅途中 惩治他们 而他们绝不能逃避 或逐渐惩治他们 因为你们的主 却是挚爱的 却是挚辞的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真主所创造的万物吗 各物的阴影 牵向左边和右边 为真主而叩头 同时 他们是卑贱的 天地间的动物和天神们 都只为真主而叩头 他们不敢自大 他们畏惧 在他们上面的主宰 他们纵行 自己所奋的命令 真主说 你们不要崇拜两个主宰 英秀崇拜的 只是一个主宰 所以你们应当只畏惧我 天地万物 只是他的 顺从常常归于他 难道你们舍真主 而敬畏他物吗 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 都是从真主降下的 然后当你们 遭难的时候 你们只向他祈祷 然后当他排除你们的患难的时候 你们中有一部分人 立刻一物配他们的主 以致辜负他所赏赐他们的恩惠 你们享受吧 不朽你们要知道了 我所供给他们的财产 他们以其中的一部分 去供奋那些无知的偶像 只是真主发誓 关于你们所捏造的事物 你们必就选问 你们以女儿归真主 赞颂真主 超绝万物 而以他们所愿望的归自己 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生女儿的时候 他们的脸黯然失色 而且满腹牢骚 他们为这个恶号而不与 宗族们会面 他多方考虑 究竟是忍辱保留他呢 还是把他活埋在土里呢 真的 他们的判断真恶劣 不信后世者 有恶劣 真主有点心 他却是全能的 却是智锐的 如果真主为世人的不义而惩治他们 那么 他不留一个人在大地上 当他让他们延迟到一个定期 当他们的定期来临的时候 他们不得延迟以煞事 当其未来临的时候 他们不能提前以煞事 他们以自己所厌恶的归真主 他们妄言自己将受最佳的报酬 无疑的 他们将受火域的报酬 他们是被遗弃的 指真主发誓 在你之前 我却派遣许多使者去教化各民族 但恶魔 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 所以今天 他是他们的保护者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我将是这部经典 只为使你对他们禅民 所争论的是非 而且这部经典 作为信道者的民众的向导和恩惠 天主从游中降下雨水 并借雨水是以死的大地复活 对善于听话的民众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在声序中 对于你们却有一种教训 我是你们得以那从 声序腹内和粪 和血之间提出的 又纯洁又可口的乳汁 你们用椰枣和葡萄 酿制纯酒和加美的集养 对于能理解的民众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你的主层将士密封 你可以住房在山上和树上 以及人们所建造的封房里 然后你从每一种果实上吃一点 并顺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 将有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 从他的腹中吐出来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真主创造你们 然后使你们死亡 你们中有人复繁于医生中最恶劣的阶段 以致他在有知识之后 又变得一无所知 真主却是全知的 却是全能的 在积养上 真主使你们中一部分人超越一部分人 积养优厚者绝不愿把自己的积养 让给自己的奴仆 从而他们在积养上与自己平等 难道他们否认真主的恩惠吗 真主以你们的同类 做你们的妻子 并为你们从妻子创造儿孙 真主还以加美的食物供给你们 难道你们信仰虚妄而辜负主恩吗 你们选真主而崇拜的偶像 那是不能为他们主持 从天上降下的 和从地上伸出的一点积养 而且毫无能力的 你们不要为真主打比喻 真主知道 而你们不知道 真主打一个比喻 一个奴隶 不能自由处理任何事物 一个自由人 我赏赐他优厚的积养 而他秘密和公开的加以施舍 他们俩是一样的吗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 真主又打一个比喻 两个男人 一个是哑巴 什么事也不能做 却是他主人的累赘 无论主人打发他到哪里去 都不能带一点福利回来 另一个走的是正路 他劝人主持公道 他们俩是一样的吗 天地的优旋 只是真主的 复活时刻的到来 只是在转瞬间 或更为迅速 真主对于万事 却是圈能的 真主使你们从母妇出生 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他为你们创造耳目和心灵 以便你们感谢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空中被制服的群鸟吗 只有真主维持他们 对于信道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真主 以你们的家为你们的安居之所 以绅士的皮革为你们的房屋 你们在启程之日和注定之日都感觉其轻便 他以绵羊毛 骆驼毛和山羊毛 供你们制造家具和暂时的享受 真主 以他所创造的东西 做你们的遮阴 以裙衫 做你们的隐落处 以衣服 供你们防暑和预寒 以盔甲 供你们防御创伤 他如此完成他对你们的恩惠 以便你们顺服 如果他们违背正道 那么你只负明白传达的责任 他们认识真主的恩惠 但加以否认 他们大半是忘恩负义的 在那日 我要在每个民族中推荐一个见证 然后不信道者不得为自己辩护 也不得向他们讨好 当不义者看见刑罚的时候 他们不得减刑 也不得缓刑 当以物配主者 看见他们的配主的时候 他们将要说 我们的主啊 这些是我们的配主 我们从舍利而祈祷他们 那些配主将回答他们说 你们却是说谎的 在那日 他们将向真主表示屈服 而他们所捏造者将回避他们 不信道 而且阻碍主道者 我将因他们的破坏 而增加他们所受的刑罚 我要在每个民族中 推举他们祖中的一个见证 来反证他们 在那日 我要推举你来反证这等人 我曾降世这部经典禅明万事 并做归胜者的向导 恩惠和喜讯 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 师级轻奇 并尽人隐乱作恶霸道 他劝证你们 以便你们继续教诲 当你们递接盟约的时候 你们应当履行 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护者 则递接盟约之后 就不要违背誓言 真主的确知道你们的行为 你们不要像那个夫人 他把纺织的很结实的线 又分拆开 落干缕 他们以门事为互相欺诈的手段 因为这一组比那一组还要负责 真主因此事考验你们 复国日 他必为你们传明你们所争论的是非 假若真主抑郁 他必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 但他使他所抑郁者误入迷途 使他所抑郁者遵循正路 你们势必要为你们的行为而受审问 你们不要以门事为互相欺诈的手段 以免站稳之后再失足 而你们将因为阻碍真主的大道 而尝试灾祸 你们还要受重大的刑罚 你们不要以廉价出卖真主的盟约 在真主那里的 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 你们所有的是要耗尽的 在真主那里是无群的 我势必要以奸人者所行的最大善功报仇他们 反行善的男女性是 我势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 我势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仇他们 当你要送读古兰经的时候 你应当求真主保护 以免受诅咒的恶魔的干扰 对信道而且信赖真主者 他毫无权力 他的权力只炫于和他交朋友 而且以他配主者 当我以一节经文换掉另一节经文的时候 真主知道自己所降世的 他们说 你只是一个捏造者 不然他们大半是不知道的 圣灵从你的主那里降世这部 包含真理的经典 以便踏实信道者坚定 并做归信者的向达和许讯 我的确知道 他们说过 这只是一个凡人所传授的 他们所倾向的那个人的语言 是话外人的语言 而这部经典的语言 是明白的阿拉伯语 不信真主的迹象者 真主必定不引导他们 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不信真主的迹象者 才是捏造了谎言的 这的人却是说谎的 既信真主之后 又表示不信者 除非被迫宣称不信 内心却为信仰而坚定者 为不信而心情舒畅者 将遭天前 必受重大的刑罚 这是因为他们宁爱 今世生活而不爱后世 也因为真主不引导 不信道的民众 他们是真主将封闭 其心灵和视听的人 这的人正是轻率的 无疑的 他们在后世正是窥舍着 然后你的主对于 被迫害之后迁居 然后奋斗 而且惊人着 你的主在那之后 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你回忆在那日 每个灵魂都为自己辩护 而每个灵魂都得 享受自己行为的 完全的报酬 他们不受亏望 真主打一个比喻 一个市政员是安全的 安稳的 吩咐的吉养从各方用来 但镇上的居民 辜负真主的恩惠 所以真主因他们的行为 而是他们尝试 极度的饥荒和恐怖 他们组中的一个使者 却以来临他们 但他们否认了他 在他们不义的情况下 刑罚袭击了他们 你们可以吃真主赏赏赐给你们的合法而加美的食物 你们应当感谢真主的恩惠 如果你们只崇拜他 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 血液猪肉 以及送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 但为事所迫 非出自愿 皆不过分者 那么真主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你们对于自己所迅速的事 不要妄言 这是合法的 那是违法的 以致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者 必不成功 他们只得一点享受 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对犹太教徒 我曾境界我从前所告诉过你的那些食物 我没有亏望他们 但他们亏望了自己 然后你的主对于无知而作恶 然后又回过自心的人 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以布拉辛原来是一个表率 他服从真主 兴奋正教 而且不是义务配主的 他原是感谢主恩的 主挑选了他 并将他引上了正路 在今世 我曾以幸福赏赐他 在后世 他必定居于善人之脸 然后我启示你说 您应当宗守份 正教的以布拉辛的宗教 他不是义务配主的 安息日是那些为之而争论的人 所应当宗守的定制 复活日 你的主必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确认 宗寻主道 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 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违背他的正道的 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 如果你们要报复 就应当依照你们所受的伤害而报复 如果你们容忍 那对于容忍者是更好的 你应当容忍 你的容忍只赖真主的护佑 你不要为他们而悲伤 不要为他们的寄母而烦恼 真主确实同敬畏者和行善者在一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